大家好,我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一個立體的LOGO 那首先我們先把這兩個先刪掉 然後我們按N,先新增一個背景圖 喔,這個在哪裡? 菊蟲 然後按7,接萬次上冊 然後正角一下,按5正角 這是我畫的LOGO 然後我們要做的部分只有這個圖的部分 然後字的部分我們要去用 首先我們先新增曲線部分 然後切換至編輯模式 然後我們開始 動它,按R去旋轉它 然後G去移動它的位置 然後我簡單做快一點 然後要新增一個曲線的話 就按Ctrl然後做鍵 然後這裡 因為要直接繞一個,這是幾度 四十幾度吧 我們按V 然後給它自由的旋轉 按G 然後按G 然後它可以 旋轉到這個 你想要的角度 然後再Ctrl 它就會直接到你想要的位置上 然後按S 然後按S 縮放 讓它 然後再Ctrl 然後再Ctrl 按G 然後再Ctrl 現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做收尾的时候 就是点 这最后两个点 然后按Auto C 把它连在一起 那大概这样 你按Tab 它就稍微完成 然后 我们开一下 这是我做好的部分 然后 因为 你做完一个部分 之后 要 编辑 要 转回 Object模式 然后再 再用一次 要不然的话 它会都是同一个 同 怎么讲 就会变成都 同一个 你要编辑的时候 它是全部是 整体是同一个的 就变成说 你这边放大 那边放大 或者你这边车 车 就是 意思是 它不会变成单一个 你现在点的时候 它是单一个 如果你没有切换 你就一直都是 Tab 一直这样做下去的话 它全部都是 在一起 那不能 个别改颜色 或什么的 对 然后我们 切换至2D 然后 一样 我们先来做眼睛 我想把它挖洞 所以我新增 一个 Sircle 然后切换至 编辑模式 哦 对 嗯 不能点 这个切换至 编辑模式 然后在这里面用 大概大小就可以 然后我们 按Z 你就会发现它已经 被挖一个洞 可是我想要 给它一个 演出的感觉 所以 我按 Shift D 复制一个 然后给它缩小 这也是 因为它这个部分已经跑到外面去 所以我们把这个 线弄掉 那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哇 好这样 那嘴巴 也是 为我们 不要 跟它长一样 大概就好 大概就好 大概这样就好 好 那我们差不多完成 就是 它的样子已经出来 不过它现在就扁扁的不好看 所以我们来 把它稍微 增胖一下 我们先把背景灌掉 曲线的部分 我们来 增 臭度 所以发现它变厚 好 好 接下来我们 可以 让它变得比较 切个斜角 切一个斜角 切一个斜角 为什么觉得好像没变 诶 好 好 大概这样 然后 它圆弧一点点 可以增 一点点就好 越高的话就是 越圆弧 这里也是 可以 可以大概就好 可以大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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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logo差不多长这样 接下来 我想要给它一个 背景 我们用cube好 好 等一下 我先把它调一下位置 好 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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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样 那我们来调整一下 相机视角的部分 相机视角的部分 觉得它这样有点难用 就先切到相机的方面 然后按G移动它 你可以按Shift加F 然后 滑鼠慢慢的动 它会跟着动 然后你还可以滚轮稍微往后面拉 它会开始往后拉 调整到你想要的位置 调整到你想要的位置 它有时候会歪掉 它还是歪掉 好 好 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们 相机视角又 就这样用 这可以关掉 好 然后我们来 开始设 它的颜色 我想要这边是白色的 然后这边就 给它 黑色 稍微 不要太黑 要不然看不到 眼睛 这边给它 黑色 然后这边白色 然后我们在 Cube也是给它 生个颜色 给它蓝色好 然后我想要旁边这里 不一样的颜色 就 绿色好 然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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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完成到 就这样子 应该可以 可是我们按F12的时候 会发现它都是暗的 因为我们 光还没有射 那我们 这一个光 看一下 这个光 我想要给它设个 Area 在后面 大概就好 大概就好 如果我们现在看的时候 它会 太亮 那我们 调整一下 它 光 光度的大小 就 慢慢 就 试 就会 发现它 都 开始在变 那其实这样子 差不多可以了 就 这是一个 我自己 做的一个 我的 我的Logo 然后 又成立体的感觉 跟平面的 比较不太一样 其实也可以用 类似这样的方式 来做 很像 2D的方法 嗯 嗯 那 我就 报告到这里 打不开 这个打不开 那还是看呀 要不就 让我们按照这个 4D 是 C 3D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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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